人生百态 娱乐开怀 欢迎收看谈笑语声 相信每个女孩子都想有一个理想男朋友 而这个男朋友的形象就是有身材 还要有颜值 更重要的是有钱 但也有许多女孩子说 如果真有一个完美的男朋友来追求自己 会考虑两个人的条件是否匹配才决定在一起 可是对于那些拜金女而言 面对这种完美男人甚至都不用被追 反倒是自己必定会主动贴上去 甚至有网友开玩笑说 找人傻钱多的富二代这一行竞争很激烈 而今天我们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所有女孩的梦中情人 不过他是来自文莱 他就是被称为文莱最帅王子的马丁王子 出生于1991年8月10日 现年30岁的文莱王子马丁一直都是很多人关注的对象 每天还有不少粉丝在社交媒体账号下求爱 马丁王子是文莱国王哈桑纳尔的第四子 文莱国王哈桑纳尔的个人财富仅次于泰王马哈 是英女王伊丽莎白的36倍 往传她拥有280亿美元的净资产 54年的统治使其称为继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之后 在位世间最长的君主 出生在这样的富贵之家 王子马丁从小过着人上人的生活 据说 自出生就手握200亿资产的她 住在有1788个房间的文莱王宫里 花园 网球场 马球场 游泳池随意使用 相信很多人都想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 但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拥有 而马丁则拥有20多架 不仅如此 她还有两艘豪华大游艇 最为震惊的是 她有一架镶金定制的波音747 在这个连马桶都要镀金的土豪王室中 马丁王子从没为钱烦恼过 但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 马丁王子也有她的烦恼事 父亲博尔基亚娶了一后两妃 马丁的妈妈玛丽亚姆是苏丹的第二位妻子 这位美艳的空姐是文莱 英国 日本 三国婚血 为苏丹生育了两儿两女 却因为重大过失 在2003年被丈夫修掉 收回所有封号 离婚后 文莱王室倒也没亏待她 还分了大笔赡养费给她 不过 马丁亚姆曾经被一个算命的伪闺蜜诈骗 对方装成男人欺骗她的感情 破财伤心不说 还丢了面子 后来还是王室出面帮她摆平了这件事 除了不称场面的妈妈 马丁王子还有一个名声极差的哥哥 阿姆齐王子没有弟弟马丁帅 却整天流连声色场所 热衷开派对 还为好莱坞明星移至千金 天天等小报 2020年 文莱忽然传出阿姆齐王子过世的消息 公开声明说王子适于多器官衰竭 但文莱民间议论纷纷 都认为王子的事情很蹊跷 哥哥英年早逝之后 马丁王子也是日渐成熟稳重起来 让国王更是对他器重不已 经常跟随父亲参加公务活动 马丁王子的实力与品性也都让人称赞较好 马丁虽然还有两个姐姐 但与人丁兴旺的萨拉赫王后一致相比 就显得有些势单力薄了 好在马丁王子非常努力 人由俊朗帅气 博尔基亚并没有因为他母妃的缘故而冷淡他 马丁王子凭借俊朗的外表 还有6块腹肌在社交平台上吸引了233万粉丝的关注 作为有1%日本血统和1%英国血统的混血儿 这位王子光评出色的外表就很容易成为公众眼光聚集的焦点 不过 即使贵为王子 马丁18岁时就和200名新兵一起入读了有世界四大军校之称的 桑德赫斯特英国皇家军官学校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 这段生活不可谓不艰辛 很多欧洲王子都在这里镀金 据说 马丁的哥哥也被送来过 但吃不了苦 只待了一周就打道回府 创造了全球王室最短收勋记录 曾经参加过连续74公里的越野比赛不间断的步行 在24小时之内连续翻过7座山 三天三夜不停地挖站好 无法睡觉 每次精疲力尽地打棉都会被教官提醒 马丁王子说 这是他人生中经历过最艰难的一段时期 但在44周将近一年的艰苦训练后 他获得了中尉的军衔 并成为了一个肉体和精神上强大的人 他认为 这些日子都是值得的 这些重要的品质都是优秀领导者必须具备的素质 在极端压力下工作的能力 文莱虽然是一个小国 但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马丁王子的父亲 文莱·苏丹·哈桑纳尔 有280亿美元的身家 其王室也以豪华跑车 奢侈的生活文明 而马丁并不愿意多谈物质财富 他自认为是一个简单的人 反而将从桑德·赫斯特英国皇家军官学校毕业 作为他最自豪的成就之一 后来几年 他在伦敦大学完成学士学位 并取得了国际外交硕士学位 马丁王子说 自己并不是不爱享受生活 他热爱运动 除了是专业马球选手 还精通拳击 滑雪及足球 小时候的偶像是贝克汉姆 还表示 马球的高风险和游戏的复杂性都最让我着迷 控制动物的步调的同时 还要另一只手打球 非常困难 不仅要完全控制自己的身体去拼搏竞技 同时还要保持冷静 维持对马匹的完全控制 由于曾经在部队服役 他始终认为 保持身材和健康水平非常重要 尤其是自控能力 他甚至代表文莱参加了2017年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南亚运动会 与他的妹妹公主一起参赛 除了运动之外 他还热衷于开拓不同的技能 如驾驶飞机和直升飞机 另外 尽管自称不是艺术家 但也会弹吉他和打鼓 更让很多人心动的是 他在社交账号上 还会经常晒出和贫困小孩、小动物互动的照片 他养的宠物不太常见 白虎幼崽和豹猫 曾有媒体爆出马丁抱着豹仔在床上嬉戏的照片 他还曾带着宠物仔们去海滩玩耍 马丁自称虎霸 除了这几种动物 他还曾把狮子当作宠物 但许多外媒都将他封为黄金单身汉 前几年他还出访泰国 一露面就吸引了大批泰国粉丝的关注 据说 连马丁随手关注一位女星都能登上泰国新闻头版 更出名的是 在接受泰国采访的时候 他每回答一个问题 都会说一声谢谢 温柔谦逊带一点害羞的姿态和硬汉的外表形成了奇妙的反差 低调谦逊的礼仪更让泰国公众对其称赞有加 就连时尚杂志在后来发表的采访中都带出了迷媚的笔调 许多喜欢他的女粉丝都评论说 穿着经典的三件套西装 完美勾勒出了运动身材 身材一一的外表总让人想起好莱坞的经典电影 尤其是年轻时候的卡里·格兰特 他动作优雅 姿态自然而自信 举止彬彬有礼 谈吐也很不俗 也难怪自从首次访问泰国以来 马丁就一直是女士们的话题 泰国人民对他的反应是爆炸性的 而马丁王子对于粉丝的厚爱 表示有很多史料未及 受宠若惊 他表示 在网上呈现自己 是希望能够通过他给更多人留下关于他祖国的印象 出生于王室 从小受到关注 有媒体问他是否会因此感到困扰 马丁王子的回答和英国的哈利王子不同 马丁说 他出生于一个大家族 有自己的朋友 但和自己的哥哥和两个姐妹也非常亲近 声称 家人是非常重要的血亲 你不能脱离自己的家庭 他们的爱与支持对我的生活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马丁说 有时候也会希望回避人们的关注 但很难停下别人的好奇心 去年有杂志公布 最性感王室成员入选者 马丁是唯一入选的东南亚王子 而且还拿了个亚军 仅次于英王室的哈利王子 步入儿立之年后 这位身高1.83米 拥有8块腹肌的男人终于传出了绯闻 女孩名叫阿丽莎 出身文莱豪门世家 祖父曾是国王的顾问 还曾是文莱皇室航空创始人之一 家族财富排在全国前三名 也曾在英国留学 能讲一口标准的伦敦腔英文 长得也是名谋好齿 身材窈窕 乍一看很有混血的味道 与马丁曾经关注的泰国女星还有几分相似 爱妮莎有个哥哥名叫丹尼尔 他跟马丁王子是关系特铁的哥们 据说两人相识 就是这位哥哥牵的线 虽然明面上两个人从未公开过 但仍有媒体爆出过两人的很多合影 这样的豪门贵女千金 本就是王子们娶妻的标配 爱妮莎和阿度马丁也是很早认识了 彼此之根之底 同在顶流阶层 有共同语言 相恋是被王室所看好的 在谈到自己的择偶观时 马丁曾表示喜欢真实不做作的女孩 不知道这位爱妮莎是否符合马丁的标准 但外界已将她视为准王妃 相信面对马丁这样优质有魅力的黄金单身汉 爱妮莎也不会轻易错过吧 时至如今 马丁王子和爱妮莎已经交往了两三年 感情稳定 如今她也到了该考虑婚事的年纪了 参照她的几位哥哥差不多都是在30岁左右就把王妃娶进门的 文莱王室本身不咋出美人 真正说得上好看的也只有王储妃 沙拉一人 以国王对阿渡马丁的喜欢 可以期待一下他的婚礼热闹程度 应该也不会输给王储哥哥多少 马丁王子的条件可以说是偶像剧里都写不出 他不仅是许多女孩子幻想的梦中情人 更是多数男孩子心中无比羡慕的完美男人 不过 马丁王子在拥有如此好出身的前提下 还能降下身段 从各方面丰富自己 非常值得人们佩服 希望他能与心仪对象能早日成婚 也希望他可以继续为文莱这个国家争取到更好的国际形象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内容 记得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